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香油的制作 正常我们从超市里买回来的这种油 称之为生油 如果在炒菜的过程当中 直接把生油和菜一起炒的话 那是很难吃的 一点香味都没有 那如果把油煮热呛香以后会好一点 而平时在做菜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炒完菜以后 适当的下一些这些香油下去 这样子的菜肴就会变得很香 然后会很可口 而油它最终皆属寒凉了 即使下了这些温热性食材下去 我觉得油毕竟还是属寒凉 所以说还是少吃为佳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制作香油 我们先来制作蒜香油 把蒜笼下到油里面 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熬 我们要把它熬成金黄色 当我们把它熬成这个金黄色的油以后 这个蒜香油就制作成了 我们给它打在容器里面备用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蒜香油就制作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下姜香油 把这个姜倒在这个油里面 慢慢熬制 我们把这个姜在油里面慢慢熬 熬到金黄色 以后 这个姜香油就制作成了 变干变脆 这样子我们给它打起来 打在容器里面 这样子蒜香油就制作起来了 打在容器里面备用 这样子姜香油就制作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下 葱香油 我们把这个干葱 放在油锅里面慢慢熬 然后我们慢慢给它熬 熬成金黄色以后再打起来 熬这个葱香油有一个小俏文 就是不要等到它金黄色的时候再来起锅 因为等金黄色的时候起锅的时候 放在浓气里面的话 它油温还是很高的 所以说就会焦掉 我们最好是像现在这样子 微微金黄色的时候就给它打起来 好那我们起锅 这样子我们这个葱香油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下这道辣椒香油 这个辣椒香油在制作过程当中 和这个别的香油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是先下水后下油 我们打点水下去 我们下水以后慢慢给它炒湿掉 把水分炒湿了 让辣椒吸入水分以后 它就不会那么快焦掉 因为辣椒本来就是干的 炒干炒香了以后最后才下油 这下子已经很干了很香了 在这边都闻到了 好的 那我们倒入一些油 跟辣椒一起慢慢熬 慢慢熬 熬成这个金红色的辣椒油 很漂亮非常漂亮 这样子金红色的辣椒油就出来了 我们给它装到容器里面 这油啊鲜红鲜红 非常漂亮